郝景波面无表情指着房子说 他来看看老宅 这里原本是他的家 两人默默走过黑曲曲的柳条巷 来到灯火通明的大街上 罗正民偷眼相看 郝景波眉头紧簇 心事重重的样子 罗正民和他不熟 只晓得此人不爱说话 最多打个招呼 还多半由于两家孩子 常在一起玩的缘故 他和大多数人一样 对于尹芙蓉嫁给这样一个人 感到不可思议 他们再告他吧 沉默中 郝景波突然止步 罗正民暗自吃惊 一时不知如何应对 我不止一次发现 你们在说他的事 郝景波说 你可能误会了 我来这儿是受引经理委托 他是个有问题的人 郝景波打断他 而且还在害人 他爬得越高 害的人会越多 老好 我 我想 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莫非 你发现了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郝景波急目远眺 像是在寻找路的尽头 我只晓得 现在把他告到 等于在救他 出了大事 就来不及了 罗正民倒吸口良气 他究竟是不是尹芙蓉老公 那人究竟是谁 党校干训班毕业 大家各奔东西后 白凤君接连不断 给尹芙蓉打电话追问 尹芙蓉拗不过 只得正时相告 是一直在控制他的人 他已经明确告诉他 一切都结束了 凤君 我要一个全新的生活 考虑考虑咱们的未来吧 我给你时间 如果 这也是你的愿望 小和 我 我还是觉得突然 白凤君在电话 另一段支支吾吾说 我们的感情 是不是 过于盲目了 尹芙蓉气得差点 砸了手提电话 吃过晚饭 江一方发现 罗正民像热锅上的蚂蚁 心神不定地在客厅里 学着圈子 便小心地观察起 他的一举一动 终于露出了马脚 他偷偷给尹芙蓉打了个电话 约定明天去见他 找尹芙蓉干嘛 江一方突然出现在丈夫背后 他了解罗正民 因而并不担心 他和那个狐狸精士的女人 闹出花边新闻 他忧虑的是 罗正民正在成为人家的走卒 老婆追问不休 罗正民只好说出 方桂荣再次上告的事 认为对手这么大的动作 依照尹芙蓉现有的能量 不可能置心蒙在鼓里 另外 他前些日子 抛出橄榄枝和我拉关系 目的之一 是要我帮着查找方桂荣背后的人 确切地说 视察我自己 不争取主动利用一下这个消息 万一把我挖出来怎么办 你表叔都能把我吃了 江一方脸下白了 罗正民帮助方桂荣 他们整理过举报材料一事 踏实之情的 方桂荣被逼离职的下场 也听说过 与尹芙蓉同张氏贵的关系相比 熟近熟远 他心里更清楚 不能保持沉默吗 江一方六神无主道 被动等于挨打 忍心看你老公鼻青脸肿 这恐怕还是轻的 今后怎么办 死心塌地给人做密探 只要老婆孩子不止担忧受怕 我无所谓 罗正民看着老婆认认真真的说 我对你们的责任高于一切 他真是变了 江一方在心里窥探 而这并不是他所希望的 第二天 罗正民在约定的时间 来到建材商店 已经披服到沉高姐 尹芙蓉脸上 是一团近乎真诚的诧异 这让罗正民不禁困惑起来 难道他真的不知道 谁干的 不清楚 罗正民察言观色着 但我想 眼睛里猜也猜得到 那么 你是怎么知道消息的 突如其来的这一问 让罗正民毫无准备 我 我的一个战友听说的 他是警察 情急之中 罗正民想到了 陈刚 正民 这的确很重要 谢谢 苦思良久 尹芙蓉握住他的手 尹经理说过 大家是要绑在一起 干事业的 他站起来 指了指尹芙蓉 正在清理着的办公桌 再准备交接 快走马上任了吧 罗正民哪里知道 尹芙蓉实际上 是准备向 劳动服务公司 提出辞呈 然后 同张氏贵 正式摊牌的 看见罗正民进来 老康立刻拴上门 一脸轨穴地 浮在他耳边 嘀咕起来 罗正民大吃一惊 据老康说 今天上午楼上 召开下属各公司干部会 张氏贵在会上 莫名其妙大发雷霆 把下面的头头 挨个臭骂一通 本来会议一成之一 涉及调整 劳动服务公司领导班子 说穿了 就是外面疯传已久地 安排尹芙蓉做副经理 竟被张氏贵当场否决 要求劳服公司 提出新的人选 听到这一消息 尽管美人心态不一 大楼里还是沸腾了 结论一致 尹芙蓉失宠了 会不会另有任用啊 张氏贵眨了半天眼 思维才重新流动起来 不可能 老康说 张氏贵在会上 当众暗示 姓尹的有经济问题 不排除派审计小组 查账的可能 还有 咱们余经理透露 尹芙蓉今儿早上打电话 跟他讨论过 辞去建材商店经理职务 提前解除承包 罗正民脱口而出 他刚从建材商店回来 并没听尹芙蓉提起过 证明 关键时刻 千万别站错队呀 老康语重心长地 拍着他的肩膀 当然了 对你无所谓 你是大老板亲戚嘛 糟了 罗正民心想 可能刚才冒险 向尹芙蓉透露消息 是个错误 同一时间 尹芙蓉和白凤君 坐在一间咖啡馆里 没等的开口 白凤君先说了 自己的情况 这次提干 他又没戏了 是何云天 亲自把他 从后辈干部名单上 剔除的 联想到张世贵 和何云天的关系 尹芙蓉断定 白凤君是受自己连累 我的事 怎么和你有关联 尹芙蓉惨淡地笑了 只要和他沾边 谁都跑不掉 譬如王忠诚 对他好坏不说 干了十几年的施工队长 至今原地没动 各种原因 不言自明 我的命运 掌握在别人手里 到现在 还有人控制你 我经历过的 得到的 全都不是我想要的 尹芙蓉难难着 我就像一个 天生的嫌疑犯 周围都是警察 时刻监视着 我的一举一动 这就是命吧 为什么又让我遇上你 为什么 白凤君听着声音不对 看见尹芙蓉 已是潸然泪下 样子格外凄楚 利豪的激情之夜 令他的身心 久久不能平静 却又不得不承认 自己的无能为力 连拯救的信念 都不曾有过 干脆 我们私奔吧 白凤君冲动地说 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走得远远的 我们可以上海南 深圳 去哪儿都成 只要你愿意 你真这么想 白凤君用力点点头 我没大本事 起码可以教书 养家糊口 应该没问题 你的老婆孩子呢 白凤君没词了 心血来潮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这个世界 根本没我的藏身之地 尹芙蓉想 谁都不会放过我 稍事冷静 尹芙蓉就明白 失去张氏贵这把保护伞 检察院会立刻立案 举报人会跳得更欢 他能跑多远 小河 我们该何去何从 别再见面了 就此了断 咱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呀 告诉我 尹芙蓉抓住她的手 是不是舍不得我 白凤君把尹芙蓉的手 拉到自己的脸上 以自己的战力作答 在遇上你之前 我从没敢奢望生活 还有新的一夜 尹芙蓉动情地说 你是我的希望所在 我怎么会轻言放弃 有句话说得好 既然前不是案 后也不是案 就把自己交给大海吧 你 你什么意思 白凤君抖得更厉害了 若你是真心的 还请耐心等候 尹芙蓉说 眼放骇人光芒 陈宏跑到菜市场 向方桂荣通报一连串好消息 首先是她自己的 劳动服务公司 已经为她重新安排工作 到危机室做操作员 这是陈宏爱人的部队首长 与劳动服务公司交涉的结果 问到其他几个 一同被尹芙蓉整下岗的难兄难弟 陈宏一一作答 小王去开出租了 邱小伟在搬家公司 剩下的还挂着 估计很快也能安排 为啥这么说 方桂荣问 因为尹芙蓉在老色鬼那儿不灵了 张诗贵正准备收拾她呢 陈宏扶在她耳朵上说 尹芙蓉一大早 在省建儿公司办公大楼前下车 很多人都猜到她干嘛来了 认识她的人都老远打着招呼 都面带意味深长的笑容 而在以往 是没人敢如此放肆的 本来尹芙蓉是不想到大楼里来的 怎奈张诗贵在电话里的回答 一概是没时间 后来秘书干脆不给转接了 于是咬咬牙送上门来自投罗网了 谁让你逃不出人家手心呢 我还能够打着招呼